那屋內正在打牌劇賭的人全都傻了 遠景話都還沒講完 其中一人跳起來朝樓梯間拔腿狂奔 還有人從屋子另外一邊往下跳 用生命再逃跑 釋放在新北市三峽一處公寓 劇賭的人全是外籍移工 被檢舉在租屋處理打牌 沒想要警察一上門 他們說什麼要逃跑 只好拿出辣椒水牙制 原本賭博了6人 其中2人落跑 4名男子是逃逸移工 屋子裡還躲著一名女子 同樣也是逃逸移工 通通被移送法辦 但原本以為只是有人拒賭 這一噴痛到遠景也睜不開眼睛 警方要壓制多名嫌犯 或者是情緒比較激動的犯人的時候 噴辣椒水是很有效的壓制行為 不過如果碰上像這樣的樓梯間 或是其他下載空間 噴辣椒水的話 就很有可能讓遠景智商 警方進到像這樣的公寓空間抓人 會有其他警力在適中埋伏 避免逃跑 但這回全是逃逸移工 他們第一時間就想逃 原本只有兩名遠景上門 對方人數太多 一時攔不住 我們使用的是水珠狀辣椒水 但是因為噴下去它還是 在房間內還是會有一定的濃度擴散 對 所以變成是說 我們同事也都是強忍著那個辣度 就是一樣繼續抓人 低傷700 自傷300這種感覺 辣不太處 所以其實就我們同事有 沖下去至少有攔到一個 然後我們在樓上也有 另外有再抓到其他 剩下逃逸的失聯移工 有些遠景會同時自被物狀 柱狀辣椒水因應不同狀況 觀察現場環境 再決定要哪一種 但情況危機之下 還是難以避免被辣椒水波及 壓制犯人 無論什麼場景 對遠景來說都有風險 TVBS雲龍是國穎西米士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